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玩具是恐龙救援队 小朋友们看,这里有三个恐龙 你们认识它们吗? 我首先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背甲龙 小朋友们看,它身上是不是有好多长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啊 它是爬的 这个是我们翼龙 翼龙有翅膀,可以飞的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的第一个长得一模一样呢? 只是颜色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背甲龙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后面给我们介绍是怎样的吧 嗯,这个玩具的后面就是教我们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看看翼龙 看它下面吊着个什么呀 哇,这个是鸡腿耶 原来这个翼龙是想要把鸡腿吊起来吃呢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被甲龙的背上有什么呢? 这个是它发射的武器吗? 看,它尾巴上面也放了一个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呢 它上面也放了一个武器 还有它的尾巴上面也有一个 那现在让我们来打开包装看一看吧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被甲龙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只恐龙 这一个是被甲龙 这个被甲龙的颜色是黄色的 小朋友看 它的头和它的尾巴是红色 它身上有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 看它的牙齿 我们数一数有几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上面有八颗 下面也有八颗 那我接下来看看它的武器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可以放在它背上面的东西 这个还可以打开 让我们打开看一看 哦 里面是这样子的 这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放在它尾巴上面的 这下面一个洞 是插在它尾巴那个圆圆的地方的 那现在让我们把它们装上去看一看 我们首先把这个放在它的背上 哇 现在看起来它好神武呀 是不是 看起来感觉都不一样的呢 哇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放在它尾巴上 好了 它的武装就已经完成了 看一看 刚刚我们看说明书 它的尾巴是可以拉下去的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会飞出去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的尾巴往前拉 然后松手 它弹出去了 接下来我们换另一边 把这个放在它尾巴上 然后拉下尾巴 然后拉下尾巴 松手 好啦 这个玩具就是可以这样子玩的 小朋友们喜欢这个玩具吗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呀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个吧 好啦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两只恐龙了 我们先看看蓝色的翼龙吧 翼龙的颜色是蓝色的 它下面旁边还有个钩子 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看看我们的贝甲龙 我们刚刚那一只是黄色的 现在这个是绿色的 看 它头上和尾巴是黄色 身子是绿色的 现在让我们帮它也把武器都给装备好吧 好啦 现在我们的贝甲龙就已经装备好了 来看一看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尾巴 跟刚才的一样 它的尾巴也是可以发动的 那现在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也是跟刚才一样 把它的尾巴给小压 然后松手 又飞出去了 现在我们换一边 来发射 拉下尾巴 尾巴 发射 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翼龙吧 翼龙这个钩子是可以勾住鸡腿的 看这个鸡腿看一下是不是好想吃呢 可是这个是玩具不可以吃的 那我们现在把鸡腿放到它的钩子上面来吧 首先把鸡腿放进去 好了 我们的翼龙勾住了鸡腿 现在我们按下这个按钮 看一看它会发出怎样的变化吧 它把鸡腿夹住了 它把鸡腿夹住了 收到它嘴巴下面了 那么现在它要开吃了 它已经吃完了 好 现在让我们把它们三个放在一块看一看吧 好了 今天我们的这三只恐龙就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小朋友们喜欢哪一只呢 是这个黄色的贝甲龙 蓝色的翼龙 还是绿色的贝甲龙呢 那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还喜欢其他的恐龙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的哟 那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小朋友们 拜拜啦